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秋日的妆容吧 不知道怎么介绍了,就大家直接开始看视频吧 欢迎回来素颜的我,那我们先从底妆部分开始吧 今天底妆呢,想要用到的是Mac他们家的这个Strope Cream 那这款妆前乳呢,它就是有一个保湿提亮的功效 把它均匀地拍在脸上 你们看稍微是不是有提亮到一点点,还不错 其实最近我皮肤非常的干,其实皮肤状况也就一般 所以呢,我还打算再用这个 Mark Jacob他们家的这个椰子水 然后等它稍微干一点,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那底妆的部分呢,用到的是这款 Physicians Formula他们家的这个,The Healthy Foundation 那这款呢,我有在我的爱用品里面跟大家提过 我非常喜欢这一款 然后呢,它上妆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 我手里的上妆海绵呢,是Morphe他们家的 但是,就是有点脏,你们可以看见 就我还没洗 你一般多久洗一次上妆海绵呀 我基本上是一周吧 那我面前就是窗户,然后正面打了一盏灯 你们可以看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它那个妆感的都不是说非常亮,非常dewy,glowy那种 但是呢,它也不是全雾面的 我觉得它这个妆效就像是你自己皮肤散发出来的那种非常自然的光泽 好,接下来我就要提亮我的T区眼下和下巴 顺便就是遮一下,因为我脑眉这边还是有点红嘛 用到的是这个 Maybelline他们家的遮瑕膏色号是Fair 好,那涂完遮瑕膏呢,其实不用着急把它去拍开 因为其实如果让它在脸上稍微set一会儿呢 就是等一下它遮瑕和提亮的效果会更好 毕竟呢,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咯 我们就把它拍开 一定要是这种拍的,不能推开 好,那现在遮瑕间,今天体量的动作已经做完了 现在呢,脸上稍微有点黏 可是我不想在这一步就直接上散粉去定妆 这样很容易让你的妆面看起来妆感特别的厚 而且就是很容易结块 那我呢,就准备一张这个抽纸放在这个上妆海绵上轻轻的去压 把多余的粉呢,都吸掉 这样的话不会让脸上特别的黏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一步啊,也会让你的底妆其实在脸上呆得更持久 因为有的时候你上的粉体过于多的话 它很容易就是脱妆啊,出油什么的 好,那我刚才就压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纸上吸到的是我多余的粉体 其实如果你的皮肤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的话 我觉得用它来压完以后,你们就不用进行粉体的定妆了 我是混干皮 可是澳洲这边呢,又是夏天 即使我再干的话,即使我踢去这边偶尔还会出油 所以说在这种天气下,我肯定还要是再定一次妆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管你是干皮,油皮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会让你的底妆在脸上呆得更服贴,更持久 好,那定妆呢,我用到的是Overglass的散粉 那定妆刷呢,用到的是Sigma的F20 这款是我的挚爱,真的超级喜欢,上脸超舒服 然后主要呢,就是先定妆眼下 踢去部位 看一下它的这个妆感 但其实我的底妆比刚才看起来要更雾面一点 但是也没有到那种特别雾面的感觉 毕竟就是皮肤偏干的女孩子,还是喜欢脸上稍微带一点光泽感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修一下鼻子 我用到Mac他们家的这颗单色眼影,Omega 然后我用到的刷具是Morphe他们家的这个鼻影刷,MO 不知道是MO还是MO,反正差不多 顺便带勾眼睛,眼部也稍微增加一点立体感 好,先梳一下眉毛 那今天的眉笔呢,用到的是Benefit这个色号呢,是Brown Light 先用它最深的这个颜色 接下来呢,用Case Me的眉膏05号色 啪啪,眉毛就好啦 接下来呢,就是眼影的部分了 首先用到的是Colourpop他们家的这个单色眼影 色号呢,是Gliz 用到的刷具呢,是Morphe他们家的FB13 就大面积都涂在眼睛上 这颜色好好看哦,超温柔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用到的也是Colourpop的单色眼影 色号是Fade In 主要是在眼尾和靠近眼线的地方 然后稍微在一起晕染一下边剪 接下来用到的是Morphe的这个B38 还是同样的颜色,我们稍微晕染一下眼下 接下来用到的是Colourpop他们家的单色眼影 色号Birthday Cake Colourpop他们家这个土豆泥质地 有很多颜色都超闪 哇塞,太闪了吧,好好看哦 那接下来用到的也是他们家的单色眼影 Paisley这个颜色 它里面的这个亮片也蛮闪的 我们要画在眼头的部位 好,那接下来用到的是这盘Dies of Colour 他们家的这盘眼影Francation 我要用到的是这个棕色 稍微用这个颜色来画一下眼线 眼线笔用到的是Morphe他们家的E15 小睫毛呢,用到的是Dymer Lush他们家的型号 我不知道,因为全是日文,看不懂 还是刚才的那个棕色眼影 我们来稍微画一下眼尾这边 小睫毛呢,用到的就是Overglass他们家的Extreme Cushion Mascara 那眼尖呢,就画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刷一个腮红 腮红呢,用到的是这个小橱橘的Ginger Pop 腮红刷依然是Morphe的F10 超可爱的颜色 旧红依然是开Wong D的这个 我觉得在现实中看 我的这个腮红打得超级红 但好像在镜头里看起来好像还行 还有我的大额头也修一下 修容、腮红都完成 接下来当然是打亮啊 用到的是Overglass的高光 我的这个色号呢,是Shampagne Flash 那种膏状的高光呢,我就先用手 先涂手上,然后再把它叠加在脸上 哇,拍鼻头 嗯,这个光泽感实在是太好看了是不是 刚离镜头太近,好像感觉我的脸超大的 有没有 好,那到了嘴巴的部分 想用到的呢,是Mac他们家的这个Richel MAC 我的这些色号呢,是Burn Spice 这一支呢,我有在Instagram里面 Po过它那几支的试色 如果你们想去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感觉就是超级雾眠的 还想在上面加一些NARS他们家的这个 色号呢,是District 那这个质地就是那种creamy的质地 就不是雾眠的了 然后稍微带一点点光泽感 嗯,这颜色就是稍微偏肥一点 嗯 好啦,那本次妆容就到这里啦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和我的social media 也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哦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